哈喽大家好我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今天是8月31号 是我们这里学生正式报名的日子 上午老大和老三已经报完名了 现在是下午带着老二去报名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出发 老大 你把弟弟看好 我去送老二去了啊 去吧拜拜 拜拜 拜拜快点回来 拜拜 弟弟拜拜 拜拜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凑一下就过来了 老大和老三都是上午点过了 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去 妈妈别忘了四点五时来接我 老二 你别忘了还到原来的班级啊 知道了妈妈 去吧 我现在先回家了 四点五时再过来接老二 我们家离学校还挺远的 骑电车过来要20分钟 我们都报完名回来了 我们发了新书 刚好妈妈在网上买的书皮也到了 我们现在要去拿一下 出发 Let's go 弟弟刚睡醒 弟弟也要去吗 大姐姐给弟弟穿鞋子 好了好了 穿着鞋子小脚丫子也不老实 老大 你发了多少本新书 26本新书不算本子 老二发了多少本 8本 老三呢你发了多少本 6本 那你们几个人分班了吗 肯定分班了 今天去就是分班和发室的 老二让我来掐纸算一下 你肯定坐在第一排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个子矮呀 老大和弟弟在外面等着呢 他们两个人拿个快递出来了 刚刚发现了一件搞怪的事情 你们看着老三 哈哈哈 这个什么样子是 一只脱鞋一只凉鞋 老三 怪不得我说刚刚怎么人家 一直在看你呢 原来你穿的鞋子是这样的 你再凉鞋 穿着鞋赶紧往外跑 就今天一晚上完的时间了 哇你看老大好厉害呀 自己把弟弟就搬上来了 哈哈哈 老二 你这猴子派来的动力吗 哈哈哈 怎么这么逗 我们买的是这种透明的书皮 用高年级的不允许用上面带图案的 我就报语文和数学 每次发了新书 三个人都可爱惜了 用不过三天 然后就乱完了 谁说的 我是干净 我 老二已经包好一本了 这包上去感觉像没包的一样 还是透明的好看 不好看 老三想要那种带花型的 老二 你准备包哪几枚呀 语文书是英语 啊包的主课 老大 嗯 一共发了26本书 这么多 嗯 因为我是高年级了 学的科目多呀 我的三本已经包好了 现在帮老三来包 老三 你还在那里玩 你还跟着姐姐学习一点 都二年级了还不会包书皮 告诉你们三个人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就是你们在熬过这半个学期 又可以放寒假了 这叫好消息啊 你不说也得放寒假呀 哈哈 妈你看我又在我那我找到去年捋下来的旧书皮 看老大保护的还挺好的 老二的早就扔不见了 哈哈哈 赶快收拾收拾 我们先吃饭了 吃完饭再包 好的 妈妈明天还要带麻布吗 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带麻布呀 吃饭 吃饭了你就带一块呗 妈妈你知道吗 明天开学第一天 我和老三就要在学校之日 你们两个人这幸运 弟弟我明天想你 你找不到姐姐了怎么办呀 嗯 哎呀老大这两天一直舍不着弟弟 怎么着还想哭呀 嗯 嗯 放学了就能见到弟弟了 弟弟 你带着弟弟上学去吧行不行 真的要哭了